好 那我们刚讲到说 两条直线L1跟L2 被一条结线L结过去 会形成八个角 那这个八个角 依照它的位置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哪三类呢 同位角 内错角 跟同侧内角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同位角 什么叫做同位角 顾名思义 位置相同的角 我们叫同位 那什么叫做位置相同 这两条L1跟L2 我们把它想象成是类似的 它是类似的两条线 那这个LA是一个结线 那所以被这个直线L结过去以后 这个角1跟角5 它们是同位 为什么讲说它同位呢 因为它们都在这个结线L的左边 然后在L1跟L2的上面 因为我刚讲过嘛 你把L1跟L2想象成类似的两条线 那因此这个角1跟角5 它们就在L1跟L2的上面 然后在这个结线L的左边 所以我们就把角1跟角5称之为同位角 角1跟角5同位 好 那一样的道理啊 你看角2跟角6 角2跟角6都在L1跟L2的下面 然后在结线L的左边 所以我们把角2跟角6称之为同位 再来 好角4跟角8同位 然后角3跟角7同位 为什么 因为角4跟角8都在L1跟L2的上面 然后结线L的右边 那角3跟角7在L1跟L2的下面 然后在结线L的右边 所以角3跟角7同位 角4跟角8同位 这是第一个概念 叫同位角 再来第二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内挫角 什么东西叫内挫 顾名思义就是在内侧 而且交错 内挫 内就是内侧 错就是交错 那什么叫内侧 这个直线L1跟L2中间这里 这一个部分我们就叫内侧 就叫内侧 它的内部 然后交错 还有交错的话 这内部的有2358嘛 那又要交错 那换交错就是2跟8交错 3跟5交错 所以我们就把2跟8 3跟5称之为内挫角 2跟8都在L1跟L2的内侧 然后它是交错了 所以我们叫内挫角 3跟5也是内挫角 再来最后一个概念就是同侧内角 什么叫同侧内角 顾名思义 在同一侧 然后又是在内部 好同侧就是左侧跟右侧 所以我们看看 这谁在左侧跟右侧 又在内部的 2跟5 在L的左侧 同侧 内角就在内部 所以2跟5 所以角2跟角5是同侧内角 另外一边呢 它在L的右侧 然后在L1跟L2的内部 所以角3跟角8 也是同侧内角 所以这里有三种关系 按照它的位置 会有三种关系 一个叫同位角 你看1跟5 都在L1、L2上面 L的左边 所以15、26、48、37 是同位角 那什么叫内挫角呢 就是在L1跟L2的内部 然后呢 又交错 所以2跟8是内挫 3跟5是内挫 那什么叫同侧内角呢 就是它们在同一侧 都在左侧 或者右侧 那又在内部 所以2跟5 是同侧内角 3跟8 也是同侧内角 那这个段落 我们就介绍 这三种不同的角